BMI 那現在蠻流行 健身、健美等等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大家很care 到底你的身材 是不是過胖或過輕 你會發現 Google之後的話 裡面就會有 一些像什麼 第一個是 維基百科 裡面介紹一下 當然你也可以 如果你對這部分 有興趣的 自己再點去看一下 那我們可能在 我是點這個第二個吧 BMI值的計算機 那這個地方就已經有 大概比較足夠的訊息 讓我知道 而且甚至底下還有列表 這個列表的話 還有跟你講說過輕 正常 那過胖有沒有 所以這邊它總共區分成 一、二、三、四、五、六種 OK 所以基本上 反正就多重判斷 那旁邊還有一個腰圍 不過這個 不是我們需要知道的 所以我們就跳過 那裡面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test一下 它這個地方 直接就可以讓你在線上 假設我今天輸入的是 175 然後體重的話 假設我的體重是72公斤的話 開始計算 23.5 不過它只有秀出BMI 它並沒有告訴你 其實應該是直接告訴你 你的體重才對 不過它秀BMI 這感覺有點怪怪的 不是應該 設計好像感覺 設計到這裡它只有寫一半 這好像不是很OK的 另外 其實它網頁 通常是用JavaScript寫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它到底怎麼寫的 很簡單 按右鍵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檢視原始碼有沒有 那如果JavaScript理論上 它如果沒有做一些保護的話 它的Source全部都會看到 所以如果你懂那個JavaScript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它這邊有一個Function 它這個Function的話 這有沒有Computing BMI 這邊都有 然後它做什麼事 它這邊也是一樣嘛 宣告哪些變數 12345 做邏輯判斷 不過我覺得它的邏輯有點怪怪 它裡面就只有用一個一幅 就是一幅一幅一幅 一層一層的去判斷 最後結果居然也對啦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每一個工程師最後 即便寫一樣的東西 但是每個人因為邏輯思考的方向 不一樣 所以寫出來可能也不完全都一樣 就像說我們這個練習題一樣 那請各位也是一樣 試試看 那基本上 我把剛剛的東西 稍微修改一下 那我改完之後 大概就是這樣 像這樣 比如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呢 比如我就 直接 請輸入體重 比如說體重 假設是72公斤 那身高的話呢 假設是175 Enter過 OK 標準 諸如此類啦 那裡面大概比較重要 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裡面的話 我大概就是把剛剛的那個程式 其實 只是把它做一個 複製貼上修改而已 其實有時候 因為有很多東西是一樣的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改了一些東西 包括哪些東西 第一個 比如說Edge 那我就把它 把它改成Weight 就是 我的體重 那本來請輸入年齡的 就把它改成 請輸入體重 那Input之後的話呢 因為有可能有小數點 所以我本來是int 那我把它改成這個float 然後 讓它可以先抓到那個 體重的部分 再來的話呢 有一個身高 那身高我用height的這個變數 換一個名稱 其實也是一樣 同一行 請輸入那個什麼 身高 那它進來之後的話 有可能也會有小數點 所以呢 其實就是把它再轉型為 小數點 不過呢 特別注意喔 後面的話呢 因為它是 身高 身高的話 它的單位 是公尺 其實我剛剛 沒有加這個 後來覺得奇怪 為什麼永遠都是過輕 因為 你沒有除以100 它是公分 公分一除 結果就是永遠都停在過輕 所以怎麼辦呢 一定要記得 在後面呢 把它變成公尺 或者是說呢 你也可以在這邊 請輸入身高 刮弧 公尺 不過好像有比較 違反一般人的習慣 所以你導步怎麼樣 讓它很自然的輸入 多少公分 你在裡面幫它處理 我覺得這是比較友善的一種設計方法 因為其實設計師 還是要考量到那個 使用者的使用習慣 這個叫UX 其實一般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一定要 比較符合 一般人的使用習慣 否則的話 你設計出來的東西 真的會讓人家覺得 好像怪怪的 就一點點怪怪 你就覺得這個程式不OK 所以基本上要一個 Smooth的感覺 那感覺 對 這個滿好用的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去把它的什麼呢 體重處理它的身高的平方 有沒有發現 剛剛有用 剛剛學過的 馬上派上用場 升高的平方 乘乘 OK 然後 不過在 其實在我剛剛講過 Mass裡面有個power Mass點power的函數也可以 不過我基本上 我覺得用這個就比較簡單 直接乘乘平方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如果 那這個當然我是參考那個 我剛剛網頁上面的訊息 網頁裡面的話 它就是幾個嘛 小於18.5是一個range 正常是18.5到24 而且這邊有一個什麼 小於等於 這邊是小於而已 沒有等於 所以我這邊後面邏輯都 有點是參考它的 那當然如果各位 當然如果你要看 自己可以在狀態調整一下 甚至那個 之前有同學是 比較幽默一點啦 甚至 就是 加一個什麼圖 加一個比如說猴子 用動物來 來形容它的BMI結果 等等啦 那當然 其他的未來當然 你也比如說我們可以 秀一些圖 或秀一些東西啦 可以讓那個 程式更加的那個有趣一點 其他就是這個範圍 我就照這個方式 剩下來的就是 嚴重 就是過度肥胖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會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標準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輸入一下 不過邏輯上大概是這樣啦 我大概test一下 好像似乎是 沒什麼太大問題 比如它100公斤好了 它身高假設是 也是100公分 那這樣應該變正方形 OK Enter 過度肥胖 沒錯 所以基本上嘛 反正 大概的邏輯是這樣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這個參考的答案也許 就照相 不過你們參考 盡量 不一定要在我的框架裡面 比較好的方式 是你真的自己想完之後寫出來的 我想你這樣如果可以寫得出來 表示你這部分是OK的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老師請問你剛剛 上面 你第五行 打了一個 print BNI 一個潛規色的字 被你發現 我沒講到 那個 我 OK 秀一下給你們看 好啦 其實有同學 眼睛比較明亮一點 你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在這邊加了這個真沒講 因為 我為了要debug 什麼叫debug 因為我可能不確定說 到底我這個BMI的結果 是否正確 那 所以我就會先加一行 先把BMI先print出來 然後呢 確認說我這個公式 有沒有問題 比如說我他的180 不過他這個有個bug 他輸入可能要點一下這邊 否則他會 他會出錯 50公斤 這邊可能要點一下 假設180 Enter 這個可能有個bug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輸入點 這個地方有沒有發現 我把它print出來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要先check一下 我算完的BMI 是不是正確 那可是最後這個東西不需要啊 那個 User端可能他最後 不需要看到這些東西嘛 所以呢 但是我又希望將來 如果說我要debug 還能用到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欸 加一個警示號 這一招喔 還蠻好用的 其實當然不只是Python 其他程式都這樣啦 這是小技巧 除錯的小技巧 無論寫什麼程式 因為你有時候 你要自己再用那個 debug模式慢慢找喔 反而不如用print結果 一看一目了然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往後呢 如果你不確定你的公式結果 是否正確 你可以有一招 先print出來看看 那等到你確定沒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把它 甚至你也可以把那個什麼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都把它print出來 那你先確認 這樣子喔 將來寫程式 就比較沒有問題 不然的話 有些人我發現喔 不太知道一些技巧 寫半天還是鬼打牆 也是寫不出來 怎麼辦 就是把它print了 OK嗎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他有說 會放什麼地方 嗯 你就是放在 計算完 你要看的那個結果的下方 下方 對對對 應該知道那個地方 反正你 這個我想 這個小小技巧 放什麼地方 就是 反正你計算完 你想要知道的地方 對 對對對 OK